因为一旦有潜舰出现的时候 这个对台湾的海军的对外的输博 是发生致命性的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看 军演结束 大概又是另外一场军事动争的开始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 张有华 4月10号 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言人 证实军演圆满闭幕 虽然闭幕了 但是在4月11号 台湾就突然发现 美国的P8反潜机 又出现在台湾东南部水域 一直往巴士海峡的西南部水域 就是说 整天在这个地方徘徊 他主要认为 无论是山东号跟其他的船舰 回归母港以后 中国大陆的潜舰 仍然是在这个地方活动 现在P8他征询的三个重点 一个是台湾的西南水域 一个是台湾的东南水域 还有一个是台湾北部的水域 那为什么 P8他要在这个三个水域当中穿梭 这个主要跟台湾的作战态势 有相当大的关系 因为美国协助台湾 立抗中国大陆 尤其在军事方面 在海军方面 他们认为 如果中国大陆要进行武统的话 台湾的海军必须向外输搏 所谓的搏 就是风桥夜搏的搏 那所谓的输 就是输散的输 就是输散搏靠的地方 一个在台湾的西南水域 一个在台湾东南水域 一个是在北方的水域 那偏偏这次军演 中国大陆已经露出了他的气图 就是说三东号航母 从西南水域进入到东南水域 再到宫谷岛的下方 三百海里的地方 他这三个地方进行战机的起降 坦白说这三个地点 都是台湾未来海军的输搏区 那显然 显然啊 三东号已经离开 但是中国大陆的潜舰部队 还是针对台湾海军的 所谓的输搏区 进行水下活动 因为现在台湾的船舰 尤其战舰方面 他们返潜的能力比较薄弱 那这方面他要靠美国来补强 所以当三东号一走以后 他马上派P8跟RC-135 这一些一个是电子侦察机 一个是返潜机 他在这一块水域几乎停留了一天 从4月11号的早上一直到下午 才返回基地 制空时间非常非常的长 那显然他是在下面侦测 有没有中国大陆的潜舰 在这个地方活动 一旦是有潜舰 而中国大陆的潜舰 又掌握了这些区域内的水文资料 以后对于台湾的海军 影响实在是太大 所以我们看这一次解放军的军业 他为什么出动的都是海空战力 那像2022年 佩洛西老太太来 他火箭炮 他的火箭炮跟导弹都没有出动 那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解放军在这些地区活动 他有他的侦询区 他有他的封锁区 他还有他的打击区 那现在他是要针对台湾海军 向外疏勃的过程当中 他沿途捷径 我们可以说 台湾东北部的水域 东南部的水域 跟西南部的水域 就是从巴士海峡一路到宫古岛 这个环状线内 他潜舰极有可能在这个地方 伏击台湾的战舰 这也是美国感到忧虑的地方 那美国感到忧虑 他最好的方式 就是派批发 不停的在这几个区域内 穿梭 看看能不能搜索到 中国大陆潜舰的水下战场 所以虽然 在4月10号 解放军东部战区宣布 今月圆满结束 但是余波荡漾的是 大家看不到的水下战场 这一些水下战场可以说 未来他对于海军进行伏击 对于台湾的海军进行伏击外 你更重要的 他掐住了台湾对外的航运线跟生命线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 就是说民进党 他虽然发布声明 强烈谴责中国大陆 在台海周遭水域 进行所谓的军演 然而他不能说的是说 一旦这三个区域 都遭三冬号 都遭三冬号 在那边进行巡异完了以后 去占一个攻击位置点 来打击台湾的海军 显然美国也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这也促成了美国的P8反潜机 为什么整天都在这个地方穿梭 因为一旦有潜舰出现的时候 这个对台湾的海军的对外的苏博 是发生致命性的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看军演结束 大概又是另外一场 军事动争的开始 本集会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